形容虽然不好,但还过得去 聊以自慰 比喻逃脱惩处,制裁的罪犯 落网之余只用言语,文字描写一件事物 非常生动细致,淋漓尽致 原形容山势奔放雄壮 后来也形容书法笔事有力灵活舒展 龙飞凤舞 只根据收入的情形来规定支出的数目 量入为初 只有次序地排列着 临次截笔 形容车马行人往来频繁 落意不绝 只随意乱说没有根据的话 流言蜚语 只遗落在路上的东西 没有人会把它据为己有 路不时宜 形容打败或追捕时慌张逃走 落荒而逃 只名誉永久流传下来 流芳百事 只离别后各走一方的意思 夫妻劳艳纷飞 只威力猛大的意思 雷霆万钧 表示远离家乡 离乡背景 尽力挽回危及险恶的局势 力挽狂澜 比喻人对某事件的经验颇多 可以作为后来的人的向导 老马试图 形容执行命令等严格迅速 雷厉风行 至礼节注重有来有往 礼尚往来 形容对自己有帮助的人 良师亦有 比喻人年级虽大 而壮志未消 老计优利 只乐于行善 喜欢施舍 乐上好施 形容稍微认识几个字 略识之无 只坚固双方的好处的意思 两全其美 形容斗争很激烈的意思 龙争虎斗 形容众人齐心合力去进行某件事 陆立同心 凡事先不做准备 临时忙乱起来 临可绝景 比喻被某地的美景吸引住 而徘徊不想离去 流连忘返 至小偷的意思 良上君子 形容出卖国家以求个人富贵的无耻之人或行为 卖国求荣 形容官吏清廉 两袖清风 比喻见识浅 不知贵贱 买毒孩珠 形容有价值的东西很多 琳琅满目比喻年纪一年年增长 马齿徒增 比喻放弃原来的 另外再从头做起 另几炉灶 只预测事情非常准确 科室如神 形容人学业 记忆 修养等已达到纯熟的境地 炉火纯青 只在面对着危险的局面时一点而也不害怕 临危不惧 只不知谁取得最后胜利 入死水手 形容被打的大败 落花流水 形容心慌意乱 大神无主 形容突然想出主意或办法来 灵机移动愤怒至极的用语 令人发指 指笔完全没有稍微好一些 聊胜于无 用来赞人文章写得好 出版后销路很好 洛阳纸柜 形容转喜离散 没有安身的地方 流离失所 形容人或物数量很少的用语 聊若陈兴 比喻人很有学问和才能 满腹经纶 只不论什么亲属 一概不认 六亲不认 比喻遇到危险 却能平安无事 屡险如疑 比喻某一件事发生 引致众人议论纷纷 满城风雨 满城风雨 凌翡 雨 挡